基礎考期做成的銀河鐵道 在頭頂閃閃發光 搭著手扶梯一路往上 迎接而來的是大大小小的彩色氣球 隨風擺動 彩繪裝設街道一路 從台北車站地下街 延伸到中山捷運站出口 這些全是當代藝術館的巧思 剛初捷運公司 他在規劃淡水線 就是這個部分的時候 並沒有把公共藝術放到考量裡面 但是我們覺得這個公園 因為上面有很多機房 像這樣子的東西建築物在上面 其實看起來有一點冷冰冰 所以我們後來就做了 很多的公共藝術 這裡很好玩 有樹 兔子 蝸牛跟彈兔魚 馬賽克瓷磚牆可以用來溜滑梯 還有蝸牛賽跑跟兔子玩耍 更特別的還有這一個 未表示機器人造型 不過裡頭可大有玄機 插上MP3立刻變成音響 對 有 它有效 對 沒有發現它是音響 對 看不出來 剛剛我們只是過來 然後發現那裡的木頭很奇怪 然後我們就 咚咚咚咚咚咚 跑過來 然後發現它可以撥 對 可以撥 裝置藝術品彷彿就是糖果屋中的麵包丁 沿著有彩色作品的路往前走 紅磚牆的當代藝術館出現在眼前 這棟已經有90年歷史的洋房建築 其實是日據時代的小學 國民政府搬遷來台 轉而成為台北市政府辦公廳 市府遷移後搖身一遍 成了台北第二個美術館 逛完了當代藝術館 接下來帶大家來一起喝杯咖啡吧 不過這間咖啡館可是大有來頭 因為它的前身是美國駐台大使館 隨著1979年中美斷交 大使館一度關閉 直到九年前在當時文化局的推動下 重新開幕 不過這一回改頭換面成了藝文空間 還有了個新名字叫光點台北 前前後後總共駐過六任的大使 就是每個空間它經過重新的規劃 包括一樓有餐 咖啡廳 二樓有餐廳 然後一樓還有一個文創商品的賣店 營運的部分的話就是光點電影的部分 對 每天都會播放六場以上的藝術電影 以前大使的花園 現在是綠草如印的咖啡廳 文創商店則是衣帽兼改建 客廳成了一文表演廳 而在大使的車庫跟發電機房裡 可以欣賞著主流電影院中 看不到的藝術電影 你喜歡看另一個人 所以所有專體的影片 從以往肩負著國家外交重任的大使館 變成一片荒煙 到現在重新被賦予了文藝傳承的使命 成了萬家燈火中最獨特的光點 當代藝術館也在90年後的今天 成了社區美學跟前衛藝術的推手 兩棟老房子 兩段舊歷史 都因為新思維而有了新生命 中央設計者張之彥 蕭柏洋 胡悠行 台北報導